空性之物 作者 阿迪亚湘提 译者 李斯坤 正法的关系 我在过去多年的禅修冥想中 学到一个有价值的功课就是 为了要更多的与我自己在一起 我必须找到我自己 安静的打坐只是去知道自己的一个形象 或者神的一个形象 那就只会知道悲惨并无休止的说话 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的 舒服的带着一个形象坐在那里 哪怕它是一个好形象 当我们以我们的真我而坐着 那我们就是没有自我形象 没有自我概念 也没有自我想法的打坐 我们就只是如广阔的空间一样坐着 这是真实关系的根本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与真实的自己在一起 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 要与任何其他的人有一份真实而深刻的关系 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处在与我们自身光芒的空性关系之中时 这份关系是美好的 因为我们正在做着真实的自己 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是爱上了一个奥秘 奥秘爱上了他自己 当这个奥秘处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时 无论这个所谓的他者是花儿 鸟儿 风 寒冷 还是一个人 他都是在与那同一个奥秘的其中一种表达相连接 当我们看到自己是真的处在与那个奥秘的显化的关系之中时 这就是真实的神圣的关系 这个奥秘的不同显化是 这是这个 这是那个 这是他 这是他 这是寒冷 这是苦 这是甜 这是乏味 这是悲伤 这是幸福 这是困惑 而这是清明 所有都是那个奥秘的显化 正法关系的真正基础是与那个奥秘的关系 与我们真实的自己的关系 当我们不带任何要求的坐在这个时刻 不去等待下一个时刻 不去等着得到他 无论这个他是什么 当我们不是去等着得到开悟 或者得到爱 和平 或是一个安静的头脑 当我们停止向我们自己要求任何东西时 那么 那个神圣的就会被开启 因为没有一个要求临驾其上 当我们不再对这个片刻要求更多的话 真实的神圣关系就会在当下开花 然后 那个美就开花了 但如果我们对这个片刻 哪怕有最小的要求 那么 我们就开始错失那份美 我们的要求扭曲了 我们真正能够在自己身上看到的 和体验到的 头脑以为要想自由 解脱或是开悟 就意味着他要清除干净 所有不愉快的体验 但是 那不是这样子的 神不会害怕通过去除某些东西 而玷污他自己 那会像是砍掉你的手臂一样 但是 如体验神 奥秘 本身一样的去体验那些情绪 或是经验 就是全然的转化他们 看到实际在那里的整体 看到那个透过所有的体验 而展现他自己的 无时间的品质 然后 你自己的神圣的感觉 在内在知道你是什么 会超越那个简单的 令人愉悦的体验而拓宽 变成体验的整个范畴 你开始直接的认知到所有的显化 无论它是什么 都是神的彰显 如果有一个困惑 那也是神在困惑 如果有一个清明 那也是神在那里感觉清明 接下来 你会有能力看到神在垃圾堆里 在贫民窟乱扔的垃圾中 在街上一个六个月 没有洗澡的人身上 你开始看到 每一处都有相同的神圣 他们有着与那个奥秘本身 同样亲密的正法关系 而且它会这样继续 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的穿透 并且进入更多的领域 当你认知到万物里面的这份神圣 你就知道自己不再是曾经以为的自己 你是一个鲜活的 觉醒的奥秘 这个奥秘不能被碰触 也不能被看见 当领悟了这个 你就可以处在一个正法的关系中 如果没有领悟到这个 而你试着使你自己的关系变得神圣 你只是在试着顺应 你关于神圣关系的想法 而这更多的被认为是暴力 你这样做 也许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 带着一个好的意图 但是 如果你要制造一个神圣的关系 你就已经错失了它 你已经错失了那个神圣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关系已经是神圣的了 那么 你才能真正的看到 它是那个奥秘本身的显化 当你看到万物都是神圣的 你并不会失去辨别力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关系里 哪里可能有不诚实 看到你在哪里没有保持最高的真实 哪里缺少亲密 或者在关系里哪些是基于形象 想法 投射或是要求的 因为你将之视为神圣 但它并不意味着你不能看到那些 有可能很荒谬的部分 这些观点并不是彼此不相干的 神有些时候也会有可笑的举动 在关系中去保持做你自己 就只是觉醒之光 是一个人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任何一个没有遇见过 或是没有见过的东西 就像是在它上面贴了一个按我的小贴纸一样 而它吸引着手指头 那就是神圣之美 如果它是没有遇见过的 如果它是无意识的 它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按我的按钮 因为此后它无法待在无意识里 有了 有人按了它 砰 指责 哦 哇 现在 指责是有意识的了 有了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通常所做的 就是尽可能快地把它变成无意识 所以 我们看不到 指责刚刚被触发了 哥们 他跟着我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是在程序里的 多么有意思 那是什么 相反 人们倾向于跑到关于它的心理学里 或是进入到无休止的理念 或是哲学的系统里 但它是什么 去体验指责是什么样子 通过质疑这是什么 意识被允许进入其中 因此你看到 那儿也许有指责 但现在它是指责 它也是有意识的 如果想要对指责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要去掉它 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的和它在一起 觉醒之光本身就是最深的转化动因 而最深刻的炼金术的发生就是 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觉察我们自己那无意识的状态 当那个小小的按钮被按动了 无意识的一切东西升起了 而那个邀请就是保持清醒 就是那样 只是保持清醒 而后炼金术就发生了 只是保持清醒 不要做灵性的事情 比如要退后50步 而从一个无限的距离来关照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与其选择一种更细微的无意识的形式 倒不如在其中迷失 因为它是一种回避的细微的形式 或者是从如是实相的觉醒中退缩 觉醒就在这里 你不需要把它带到后面或是上面 或是某些东西的背后 以便能够根本地摆脱掉那些升起的东西 它已经是自由的了 它不需要去退后 只有那个小我会想着 它需要后退或是走开 而那个同样 可以使得它成为有意识的 啊 有一个小我试着想要灵性化 试着从某些东西中走开 现在 那个按钮被按动了 现在 那个变成有意识的了 觉醒不是从哪里走开 试图解释 试图修缮 或是去处什么 觉醒 当它被允许去经历时 是一个对如是实相的 深深的爱与关心 爱总是将自己扔进这个当下 此时此地 完全将自己扔进当下 以这种方式处在关系里 是简单的 它是谦卑 是亲密 而后 你可以以一种全新的不同方式 与另一个人相遇 大多数的关系是以一种无意识的关系开始的 当觉醒之光从内在照耀着那个关系时 这个内在的无意识就会被揭露 当它被揭露时 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去灵性化它们 有些想要去灵性化它们的关系 而不是使它有意识 它们想要把它变成一个灵性化的梦幻 在其中 它们的伴侣能够迎合它们 关于关系应该如何的灵性想法 它们认为自己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可能会像是什么样子 它会去到哪里 当你能够于其中安然的退回来时 你就回到了那个非常亲密而纯真的东西之中 在那里 你最终会愿意去讲真心话 不去隐藏 不去为了某些关系的计谋 而强加意识于其中 只是简简单单的让它出现 而后 你将不可能知道它在任何时刻会是什么样 意识 觉醒和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 当然 这个会给关系带来混乱 就像真理可以给你带来混乱一样 当真理开始出现在你内在时 你里面无论怎样 还是有一些对非真理的执着 而这个将被视为巨大的对立 在关系中 当觉醒来到那里 且开始运作和行动 只是因为你不再迟疑 而其中的真理与非真理将会碰撞 你会看到那个不协调 在那里 按钮被按动了 不只是我的按钮或你的按钮 现在是我们有第三个按钮 叫我们的按钮 每一个关系中都有我们的按钮 因为当我们走到一起时 它会创造出这个叫我们的东西 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一个或是别人 按动了我们的按钮 这个关系就会嗖的一声没了 因为我们的按钮刚刚被按了 这个我们会有着他自己的按钮 以及他自己的无意识 它是那两个我的按钮融合的产品 当我们允许意识进入 我们就不再与自己的恐惧连接 只是去想象一下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是基于一种恐惧 或是不安全的感觉 他恰恰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看着自己的关系时 问问如果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都不是基于恐惧或是不安全感 那会发生什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那是一场革命 关系越是亲密 它就越是一场革命 如果没有任何事情 是基于恐惧与不安全感而做的 那么它就完全是一场不同的游戏了 那也是当我说 真理可以在你的关系里 带来混乱的意思 尽管它也可能是一场 非常正向的混乱 我发现很多人 已经有了很深刻而强烈的 对真理的实现 却被自身真正所处的关系 带来的挑战所压垮 在那些关系中 他们对它是否能够被接收 或是它是不是可能摆脱束缚等 有着一些恐惧和不安 如果你过往生命的一些部分 都花在对真理的否认中 而现在停止了否认 它会使你感觉到非常不安 因为你不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 常常 人们不是去面对那个不安或恐惧 而是从中离开 因此 关系这个方面就变得隔绝了 成了生命中分离的一部分 意识不被允许进入其中 就像每个人所知道的 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 你越是有意识 它就越难保持分裂 如果你将变得更清醒 要再与分裂相连 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 要是你完全觉醒了 却不在每一处都清醒 实在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你不是在每一处都清醒 就意味着你还没有进入圆满之中 当你有了一点灵性体验 是非常容易对那些 你认为没有同样体验的人 产生出细微的优越感的 一旦你这样做 就没有真正的与无意识相遇 所以 你要如何才能以一种纯真的方式 而不是你高人一等的感觉 去遇见那个无意识 你与一个人通过眼睛对眼睛相遇 我们可以通过倾听外面的鸟叫 观察我们倾听的品质 拥抱声音的品质 我们让声音进来 并让我们用自己被它所触动的那种方式 来学习正法的关系 只是通过这样做 我们才能变得越来越有意识 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正法的关系 胜过一百本书 我过去常常在索诺玛禅修中心做闭关 那里非常的安静 我们要早上四点半起来打坐 早上那个时间是很美丽而祥和的 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之前 光只是刚刚开始在空气中透出亮来 你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苏醒过来 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你整个的自我都在苏醒 那感觉很美妙 大约每天早上六点半 禅院对面街上的邻居们都醒过来了 邻居们对于如何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有着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们在每天早上都会以最大的音量 播放着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音乐 这是学习正法关系的最佳时刻 对鸟儿以及那些愉悦的事情 或是对于神的美丽的显化 以及你真实的自己要保持觉知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吉米佩奇 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吉他手 开始用力地敲击他第一个合音时 却是另一回事 而那就是了 那里有一个邀请 那是什么 我与他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我所发现的是 他只是另外一个声音 而且他是完美的 他是美丽的 因为他拓宽了我对灵性的体验 他就是实相 那是神作为一个摇滚明星来穿透的东西 神不只是所有愉快 小小的美好时刻 清静而安宁 那个声音将灵性的想法从当中撕下来 他说 好 你要看看神 这就是神 神的一切 不只是你想要看的那个部分 而是他的全部 然后 作为最后一击 在一年中 在一年中至少有一次的闭关里面 最后一天 我们打坐一整天 而且我们不是晚上十点左右上床 我们会小气一会儿 然后再坐到十一点半 其中每坐半个小时会有十分钟的行禅 然后会从午夜一直不间断的坐到早上四点 不起身 所以 万一你以为你已经在闭关中到达了涅槃 是了不得的事 因为你的冥想做得真的很好 而且你真的感觉很好 算了吧 这个五天或一个星期 这个过程就会摧毁你 没有人会在那之后还能止高气扬地走出去 你也许可以在闭关的前面部分感觉止高气扬 但是 不会是在最后 这种打坐不总是必要的 但是在坐了许多次闭关之后 我开始看到他的美 不带着止高气扬的灵性成就 想着我能够在整个闭关里面 保持着多么美好和宁静的状态而走出去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礼物啊 直接放回到纯真理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礼物啊 过一会儿 他就完全不会是一个失败了 他就只是感觉到 哦 我们又在这里了 一个房间坐满了五十个人 而在坐完三段半个小时的连续打坐之后 我们都只是试着生存下来 那个类似开悟还是不开悟的东西 都只是试着生存下来 那个艰难的感觉 或是任何关于你自己的灵性的想法 高昂还是低落 就崩溃了 在那个崩溃里面 我会发现那个外表的剥落 是如此美味 如此美丽 如此神圣 这是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 任何经验里都看见合一的机会 而不是关于合一会像什么样的想法 当那个想法崩溃了 神圣的现实就有机会浮现 而真正的神圣 要比想法美丽的多 不是那么戏剧化 而是美丽的多 正法的关系是一种真正的关系 美丽在真实里面 它不在那个灵性关系的想法里面 它只是在它的现实之中 花一点时间 查看一下你是否实在的在这里 在有对与错之前 我们只是在这里 在有好与坏或无价值之前 以及在罪人或圣人之前 我们就只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相遇 默默地所在 舞蹈之中的宁静 就在这里 在知道或者不知道之前 就在这里相遇 在这里 所有的观点都融合成一个观点 而那一个观点也消失不见 只是去看你是否可以与当下相遇 在那里你触碰那永恒 并且在每一个当下感觉那永恒的生与死 就只是在这里相遇 在你是个专家之前 在你是个初学者之前 就只是在这里 在那里你一直会是怎样 你永远不会为这个做任何增添 任何也不会削减 在这里相遇 在这里你无需任何东西 在这里你什么也不是 这里不可言说 我们的所在只是奥秘与奥秘的遇见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遇见 在这里相遇 通过迷失你自己 你找到你自己 这个地方安静得使人失聪 定境行动太快而无法进入 在这里相遇 这里的你正是你所欲求的 你想要的 真实的你 一切都消散于光芒闪耀的空性之中 阿迪亚相提 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说到一个年轻人到一个寺庙 信心满满的准备着要开悟 他问那个方丈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我才能开悟 方丈答道 大约十年 年轻人说 十年 为什么要十年 方丈回答 哦 以你的情况要二十年 那人问 你为什么说二十年 方丈说 哦 对不起 我错了 三十年 如果你真正明白 你会认识到 问那个问题 就会多要你十年 一旦这个想法冒出来 我什么时候会真的自由 时间就将它自己诞生于存在之中了 而带着这个时间的诞生 你必须要想 也许至少十年 或许永远 为了去到那里 你可以往哪走呢 任何步伐都会把你带到别的什么地方 这个对头脑来说是很惊讶的 因为头脑总是想着要自由或是开悟 仿佛那是某种累积一样 当然 没有什么要去累积的 它是关于认识到你是什么 你一直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实现是外在于时间的 因为它要么是当下 要么永远都不可能 一旦你关于开悟的想法 变成有时间约束时 那么它永远是关于下一个时刻的 你也许会有一个很深的灵性体验 而后就问 我能够保持这个体验多长时间 只要你坚持问这个问题 你就会继续受到时间的约束 如果你感兴趣的还是时间 以及你可以多么及时的 有灵性的累积 你就会得到一个有时间约束的体验 头脑的举动就像是 你所寻找的东西不在当下这一刻 现在是在时间之外的 没有时间 而矛盾就在于 唯一阻止你看到永恒的是 你的头脑卡在时间里 因此你错失了那个实际在那里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真的很不喜欢在这里 而你想要的是精彩的永恒的体验 那通常都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想法 当老师说处在当下 你的内在感觉 我在这里呀 而我不喜欢在这里 我想去那里 那个开悟的所在 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老师 就会被告知说 你错了 你从来没有在这里过 你总是在时间里 因此你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 你的身体在这里 但是你的其余部分都去了别的地方 你的身体经历了这个所谓生命的东西 但是你的头却一直在经历着 那个所谓我关于生命的幻觉 或是我关于生命的大故事 这是一个承诺之地 永恒在这里 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除了你的头脑 当你记起过去的时候 你实际上并没有在过去 你的记起是发生在这里的 当你想着未来的时候 那个未来的投射也完全是在这里 而当你去到未来的时候 它也是在这里的 它不再是未来了 要在这里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放下 你所认为的自己是谁 这就是全部 而后你认识到 我在这里 这里是思想所不相信的 每一次你来到这里时 你什么也不是 闪闪发光的无物 绝对的和永恒的灵 空就是清醒的 空就是圆满的 空就是一切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才会想要这不同的东西 但是一旦你回到你自己 回到那个空无的显觉状态 你就会意识到 不会有什么东西 是你更想要的 因为你就是你想要的 你所发现的自由 不是我已经到达了开悟 那个自由是 我的天哪 没有人要在这里开悟 因此 也没有人在那里是不开悟的 这就是那个光 只有那个我的概念 认为他需要开悟 自由 解脱和解放 他想着他需要找到神 或是得到一辆法拉利车 当你进到他里面的时候 他们都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 当你看穿这个概念上的我 并且意识到他只是头脑的活动时 你会知道 没有人要去开悟了 我 我 我想着这样 我想着那样 我有价值 我得到了 我没有得到 我开悟了 我失去了 这全是头脑的玩意儿 没有人要去赢得开悟 也没有人会失去它 整件事情都是一个幻象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的人生就像是一本廉价的小说 就像是神探南希系列一样 给你讲完了一个故事 你想着它要结束了 但是你发现作者 已经又吐出了另一本 而一旦你看完另一本 一个新的故事又出来了 可是你从来没有在书里 找到过作者 作者从来不会出卖他自己 因而他总是置身于书外 头脑就像那个样子 在许许多多的故事之后 头脑里面的一个小角色说话了 我需要开悟 我需要找到本源 我需要找到神 我需要得到解脱 我需要了脱生死 而后到了某个点 他意识到 哦那是个故事 并且在想 没有这个故事我是谁呢 你放下那本叫做我的人生的书 你看到那里没有故事 也没有我 这个我是一个故事 这整个故事从那个无物中 自发的冒出来 从精神中出来 成就他自己的享受 他成了让你阅读而存在 笑一笑 哭一哭 有些高 有些低 有些生 有些死 有些朋友 有些敌人 但是 绝不要当真 如果你有了灵性的体验 那是一个很棒的情节剧本 他们会在那个叫 《我的生命的灵性小说》里面显现 这个角色被给予了一些体验 快要接近开悟了 走得挺远 找到了极乐 又失去了极乐 第二十二章 一个不可思议的洞见 第二十三章 完全失去那个洞见 而他会继续 在这个系列小说中 你在这条路上 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三 像是高级的灵魂 对吗 而现在你已经得到了 一个灵性的角色 在头几本书里面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而在后面的系列中 你成了一个高级的灵魂 你现在变成了一个 灵性的求道者 你必须要到达某处 这就是我所做的 不是吗 他在这个故事里寻求自由 直到他意识到 那个找寻自由的人 也只是这个故事中的 一个角色而已 然后突然间 我是什么 没有了任何的故事 我是谁 那个故事自发的停止了 而头脑中不会有答案 因为那只会是更多的故事 那将会是下一章 但是 当你从故事中走出来 就不再有词语了 你已经从书里跳脱了 只有一个正在故事之外的觉知 但是 不用担心 这个故事会继续 它会继续进行 哪怕没有那个我 运动也会继续 当你通过放下那个虚构的我 而进入到永恒的 当下的定境之中时 你看到石像 开悟 或是神 就像是一团火焰 它是鲜活的 涌动的 而且永远在舞蹈 火焰一直都在那里 但是 火焰是无常的 火焰不可能是永恒的 固定的 或是稳定的 如果它是的话 那它就是死的 实现就是鲜活的 永动的 像是从木头里 窜入火中的火焰一样 真理是不停的运动 这个运动 这个真理的鲜活 是持续不断的 它永不停止 它没有时间 无常是唯一一件 恒常的事情 唯一永恒的事情 存在的全然定境 只有在所有的抗拒 消失的时候 才会到来 包括对运动的抗拒 对无常 鲜活 以及改变的抗拒 当所有的抗拒 都不在的时候 就有了完全的定境 一种鲜活 和充满活力的定境 它是完全的定境 但是又在无穷动之中 它像是定境 它没有动 只是因为那里 没有了抗拒 想象你坐在一列火车上 它以每小时 100英里的速度 沿着铁轨盘旋而下 火车上没有风的阻力 所以你在火车上 听不到风声 车轮与铁轨之间 也没有阻力 所以你完全感觉不到 一点阻抗的震动 你可以看到 我们虽然在 以非常快的速度移动 但是在火车里面 却是完全的定境 这感觉就像是你压根都没有在动 存在的定境 就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所说的永恒 就是那个无尽的 没有抗拒的运动 无论你是否理解 对这个有些感觉是如此重要 否则的话 你就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闭关中 并因而错失要点 也许你会体验到一些定境 美与洞见 或是从这个经验里出来的自由 但是 如果你认为 它是某种固定的东西 仿佛这次 你就能把它带回家似的 那么 当你回到家 你摊开你的双手 就会发现 那个定境 是一个死的东西 它是一团火焰 一旦你开始抓住那团火焰 它就会消亡 当这个当下的鲜活 被毫无抗拒的体验 它就是全然的定境 以及全然的运动 而你无法抓住它 因为抓住本身 就只是火焰更多的运动 它也无法抓住它自己 它只能是它自己 你可以从这个火焰的隐喻中 找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看着火焰的顶部 就是那个尖尖 它在四处飘扬 舞动 散发着光 你所能见到的全部 都是那个光的源头 但是光本身是看不见的 这个光就像是真理的火焰一样 散发出动见 实现 觉醒 在那个的下面 我们内在的火焰的中心 也像火焰一样 在跳动 它如波浪起伏的海洋 而非如火苗间那样狂野 在这颗心里 有着一些比那个洞见 更深刻的东西 它是那个变成一个洞见之前的体验 这个波浪起伏的心 与它自己是连接的 它与之连接为一体 它甚至不去移向一些实现 只是享受着那个连接 以及那份甜蜜 那份美丽的爱 然后 在这颗心的下面 是这个火焰的基底 你有没有看过木头上的火焰 有一天晚上 我在野外背包旅行 我在看着木头上的一团火焰 而我看不到火焰碰到木头 要么就是在火焰 与那个木头之间有一个间隙 要么就是那团火焰 是如此纯洁而无色 所以它是看不见的 同样 在我们心里也有着一个绝对的基底 而那里是绝对的空无 这是那个真理变得鲜活之前的地方 在它跳出来进入存在之前的地方 而这里 甚至是心的连接也沉入了存在的底部 那个存在是如此的简单 它就如麦斯特·埃克哈特所说的那个 分别绝不凝望之地 在这里 即便合一也失去了意义 在这里 头脑的洞见 聚如静默 在这里 心聚如静默 只有一个安歇在那里 在存在的底部 所以 这个真理的火焰 是那个带着它所有方面的火焰 带着它的狂野 它的中心 以及那个简单的底部